女孩正打算去上班时却发现街边的老夫人有些不对劲 只见她一动不动定定地望向远方 可紧接着她只是看了女孩一眼 就一刹那惊掉了手中的铜碗 女孩忙跑过去帮忙捡起 却不曾想被老夫人一把抓住 接着便面带惊恐地说了些奇怪的话 一番怪异的言语让诺拉立马慌到不行 可老夫人只是以淡淡的一笑作为回应 不等她追问手里的包就被人抢走 诺拉赶紧反身追了出去 好在她一把揪住了男人的外套 男人扔下刚抢到的包包起身就逃 当诺拉收拾好东西再回头看时 才发现刚才的老夫人已然离开了那里 诺拉本不想将此事放在心上 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什么亚瑟格林 可8月13这个日子却让她不得不多想 因为那正是好友瓦莱利的忌日 14年前的8月13 瓦莱利就在自家不远处跳桥自杀 14年来诺拉一直都心怀内疚 她自责当时没能帮帮好友 在一夜的回忆过后 诺拉已将怪异的老夫人抛之脑后 却不想隔天一早就听到了老夫人所说的那个名字 稍后诺拉忙向女同事求证 可女人却一脸默然地回答 这个回答让诺拉有些意外 难道是自己总想着那件事情才出现了幻听 可没多久怪异的事情又再次发生 地铁站里一个陌生男人突然对着诺拉叫出瓦莱利的名字 此时的诺拉有些懵了 难道男人也认识一个叫瓦莱利的女孩 一桩桩怪异的事情让诺拉无法入眠 她一遍遍翻看着自己与瓦莱利的照片 直到天快亮时才熬不住睡了过去 不过睡了一会儿便又从噩梦中惊醒 紧接着她便发现手机不见了 可她分明记得睡前手机就放在这里充电 但诺拉也没多想 只以为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 接着便匆匆出门上班去了 可半路竟意外在路边的门牌上看到了亚瑟格林的名字 一瞬间诺拉就呆住了 这不就是老夫人所说的自己会杀死的那个 而她就住在这栋楼的四楼 鬼使神拆下诺拉走了进去 可按下门铃许久后都没人回应 诺拉只能先行离开 这个发现让她再也无法平静 她赶紧回到昨天见到老夫人的广场 可那个位置上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女孩 诺拉静止走了过去并递上了五欧 她说来西娜总是神神叨叨的 并不会每天都来这里 于是诺拉写下自己的电话让女孩保持联络 回家后她在电脑里输入亚瑟格林的名字 几十张脸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可诺拉却一眼就注意到一张平平无奇的脸 仿佛他们之间有什么奇怪的连接 那她会是老夫人所说的亚瑟格林吗 就在诺拉满心疑惑的时候 突然发现床底有些光亮 原来自己消失的手机只是掉到了床下 隔天一大早她又再次回到那个广场 一番搜寻之下静止走向一个流浪汉 显然她找人的消息已经在流浪圈流传开来 跟诺拉商定好报仇后男人便离开了 没想到当晚男人就带来了好消息 随后诺拉便跟随她到达一处桥洞旁 诺拉本想在看到老夫人后再付报仇 可男人却立刻就显得有些慌张 似乎老夫人是什么晦气之人 在接过诺拉的二手后就赶紧离开了 钻进桥洞后诺拉果然看到了老夫人的童晚 却没看到老夫人的身影 可以转头却瞥见河面漂浮着什么东西 反应过来的诺拉忙跳进河里 里边飘着的正是那个老夫人 可此刻的老夫人睁着双眼嘴巴微张 已然没有了一点点气息 诺拉刚要解开的疑惑将再也得不到答案 很快警察赶到 她坐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 就在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事 却突然收到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 格林很危险 诺拉一瞬间头皮都麻了 忙回消息问对方是谁 可对方却在没有任何回复 原本还能安慰自己那可能只是老夫人的胡言乱语 可如今事情却越变越复杂 她干脆冲了一个冷水澡试图让自己冷静一下 可就在打算刷牙时 却又发现牙刷不见了 可她又分明机的早上还用过她 至此诺拉突然有些许的崩溃 那个老夫人的预言已然把她折磨到有些焦虑了 就在这时楼上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 心烦意乱的诺拉上去敲响了门 原来是楼上的女人与男友发生了争吵 在那男人离开后 女人邀请诺拉进来坐坐 紧接着诺拉便发现 邻居特雷莎居然有着跟自己完全相同的品位和嗜好 这顿时让她对特雷莎亲近了几分 几杯下渡后 诺拉终于放松了一些 倾诉着老夫人的预言和那条奇怪的短信 接着诺拉度过了醉意朦胧的一夜 隔天一早她又从噩梦中惊喜 昨晚不知何时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最终她还是决定去报警 她向警长讲述了老夫人的预言 也给她看了那条关于亚瑟格林的匿名短信 可警长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 眼见着自己根本查不到丁点真相 她干脆联系到一名私家侦探 请她帮忙调查亚瑟格林的所有信息 之后她冒充老夫人的侄女 请求查看了她的尸体 才发现老夫人身上有不少的伤痕 而法医也告诉诺拉 他们在老夫人的脑袋里发现一个不小的肿痛 那可能会导致她出现幻视和幻听 也会导致癫痫 或许她就是癫痫发作才掉进河里而被溺亡 回到家后的诺拉彻底乱了 法医很合理地解释了老夫人的怪异行为 可如果那只是老夫人的胡言乱语 那条匿名的短信又该做何解释 还不等诺拉理清思绪 紧接着就又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诺拉在卫生间的角落里发现了个兔子玩偶 那是她从来没见过的 可诺拉只是有些奇怪也没多想 或许是因为自己刚搬到这里没留一把 隔天一早调查就有了进展 私家侦探寄来了关于亚瑟格林的文件 诺拉赶紧躲进卫生间查看 里边除了亚瑟格林的个人信息 还有很多女性受伤的照片 原来亚瑟格林是个严重的家暴男 有好几个年轻的女友曾遭到她的殴打 诺拉终于找到了一丝能把自己跟她联系起来的点 原来诺拉是个记者 一直致力于为女性发声 而亚瑟所做的正是她所厌恶的 可仅是如此的话 也并不值得自己对她痛下杀手 很快时间到了晚上 诺拉满心疑惑地回了家 可一进门她就发现有些不对 自家的窗户竟是大开的状态 这让诺拉瞬间紧张了起来 因为她确定离开家的时候窗户是关着的 她忙跑到窗口查看 一瞬间又想起了那个突然多出来的兔子 还有消失了一天的手机跟不见的牙刷 诺拉瞬间就明白了什么 紧接着就赶紧敲响邻居特雷莎的门 特雷莎说她曾遇过同样的状况 那时有个跟踪狂偷走了她的一些衣物 在后来她安装了监控后就再没发生过了 这才让诺拉稍微安心了一些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她立刻把门反锁 可就在她打算关窗户时 却被自己所看到的吓破了她 窗外站着的竟是亚瑟格林 她刚回家就发现有些不对劲 原本关着的窗户不知道何时已大开 而脚边的箱子都散落了一地 诺拉顿时紧张起来 她忙到窗口查看 竟发现有个男人在楼下定定地站在那里 这可把诺拉吓得不轻 她忙偷偷伸出手机拍下男人的照片 可在看清对方的脸后却整个人都骂了 那竟是自己从未真正见过面 却又无比熟悉的一张脸 诺拉再次探头去看 格林已然消失于夜幕之中 可诺拉想都没想就赶紧跟了出去 格林并没走远 诺拉就不远不近地跟着她直直到了她家门口 可格林却狠狠推了诺拉一把 终于与这个预言中会被自己杀掉的男人见了面 可诺拉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而她又该如何是好 诺拉心里乱成了一团 可正在这时又收到了神秘人的消息 对面的神秘人似乎已经知道了 自己刚与格林见了面 诺拉赶紧询问对方是如何知道的一切 可对方只是反复强调格林很危险 直到诺拉尝试着询问 她是否认识那个预言的老夫人时 对方下线再没做任何回路 放下手机后诺拉陷入了迷茫之中 这个神秘人究竟是谁 又与格林有什么关系 在一套拳击发泄之后 诺拉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她忙给斯嘉侦探打了个电话 好不容易有了些思路 可没多久诺拉就又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格林竟向警方投诉说 她遭到了诺拉的骚扰 这番操作直接把诺拉气笑了 警官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拿出了一封威胁信 据格林所说那是诺拉写给她的 而诺拉在确认后当场就惊呆了 因为那确实是她的笔记 可她分明就没写过这样的东西 同时诺拉也意识到 根本就有口难便便没再多说 只是给这封信拍了个照 接着她赶紧回家把照片打印了出来 越看越觉得写信的纸非常熟悉 诺拉忙拿出自己的日记本比对 却有了更毛骨悚然的发现 她发现摊开的空白页上留下的字痕 竟跟那封威胁信里的内容一模一样 这意味着那封信正是出于自己的日记本 一瞬间诺拉整个人都麻了 如果这真是自己所写 那为何自己会没有任何的记忆 但如果是别人前进自己家中所写 又为何会跟自己的笔记一模一样 她喝下一大杯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一夜过后诺拉冷静了许多 一大早就赶紧找人换了门锁 然后又给家里安装好了监控 接着跟特雷莎聊起了那封信 可说着说着诺拉却突然想起了什么 显然此刻诺拉开始怀疑自己也患上了痴呆症 接着她马不停蹄地去看了医生 可医生却直接否定了她的猜测 但对于她的症状来说还有其他可能 比如情绪压力 又或者是另一种可能 一番话说了等于没说 并没能解开诺拉心中的疑惑 好在很快事情就有了新的进展 私家侦探给诺拉带来了好消息 她已查清了格林前女友的名字 是个叫爱马马腾斯的女孩 却并没能查到她的联系方式和住址 就这样她又忧心忡忡回到了公司 可刚坐下就收到一封新的邮件 而里边竟是14年前瓦莱利的照片 显然那是从自己的博客上下载的 诺拉立刻就有了些猜测 赶紧给神秘人发了条信息 询问邮件是否是她发来的 没想到神秘人一口承认 并说在诺拉博客里 读了她与瓦莱利的故事后非常感动 诺拉抓住机会试探对方的身份 询问她是否是格林的前女友爱马 而对方又匆匆下了线没有回答 回到家中后诺拉仔细查看起格林的档案 没多久就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2007年到2010年间 格林在温斯巴赫工作 而那个地方 距离好友瓦莱利亲生的那座大桥只有10公里 还有2007年到2009年间 格林曾做过一些数学辅导的工作 想到这里的诺拉终于想通了什么 原来14年前瓦莱利与一个大很多的男人相恋 之后竟意外有了新的生命 而那个男人对此却并不高兴 只是叮嘱瓦莱利要处理掉这个问题 那时的瓦莱利不敢告诉家人又无法独自成熟 只告诉了最好的朋友诺拉并请他保守秘密 可不久后还是跳桥自杀 而在那之前瓦莱利为了保护那段感情 从没让任何一个人见过男人的样子 包括诺拉 而在此时此刻 诺拉怀疑格林就是瓦莱利那时的男友 他赶紧给瓦莱利的哥哥通话 诺拉的推测印证了一半 他又赶紧提出另一个请求 就是想要看看瓦莱利留下的遗书 瓦莱利的哥哥不知道他意欲何为 而诺拉突然激动起来 没错 诺拉怀疑当初是格林伪造了瓦莱利的遗书后 把他推下了大桥 当时的瓦莱利并非自杀 如果他的猜测没错 那么现在的状况就完全可以说得通了 瓦莱利 格林 还有提醒自己格林很危险的 那个疑似格林前女友爱马的神秘人 三人之间的联系就明晰了很多 隔天一早邻居特雷莎敲响了诺拉的门 他关心的询问调查有什么进展 诺拉告诉了他自己所有的发现 而现在唯一疑惑的就是那个老妇人的预言 这究竟是凑巧而已 还是真的会发生 很快关于这个疑惑就有了一点点答案 当晚上诺拉回到家后远远的就发现自己家的灯开着 他与特雷杀忙小心翼翼的分头查看 好在各个房间里都没发现什么异常 可当他再次来到门口 一只死掉的小鸟赫然躺在地上 这不正是老妇人预言里的 这一桩桩一件件 让诺拉根本无法从惊慌里抽身 很快又是一晚过去 那名私家侦探联系上了诺拉 他找来了一个可靠的伙伴 或许可以查到那个神秘人的地址 诺拉赶紧写下自己的邮箱和密码 果然没多久后 女孩就追踪到了一个地址 诺拉赶紧根据地址前往 她一眼就看到了花园里红发瘦削的女孩 诺拉试探着叫出名字 女孩像急了瓦莱莉 可反应过来的爱马转身就跑 诺拉也赶紧追了上去 见诺拉不肯离开 爱马惊慌地将所有门都反锁 诺拉迫不及待一口气 问出了所有的疑问 可爱马却说自己真的不认识老夫人 而至于瓦莱莉的事 是自己跟格林在一起的时候 格林告诉她的 格林说瓦莱莉是她的前女友 可诺拉又有新的疑惑 爱马才开始解释 原来在跟格林在一起时 她都遭受着暴力 并且时不时扬言要杀了她 三年前她曾举报过格林 并一直都想要搜集她作恶的证据 她顺着瓦莱莉的照片 找到了诺拉的博客 也知道了他们之间的故事 也猜测出了瓦莱莉的死有蹊跷 而自从从格林家逃出来后 她就一直躲在这里靠救济而活 如今想要摆脱这一切 他们必须掌握一些实质性的证据 把格林送入牢中 可就在这时门外却传来响动 爱马赶紧去窗口查看 窗外竟是格林的脸 爱马直接拿出了手枪 回过神来的诺拉赶紧阻止了爱马 他们不能做如此愚蠢的事情 两人匆匆从后院逃离 回到了诺拉的住处 最起码这里暂时安全 隔天一早诺拉忍不住一遍遍看着爱马的脸 因为她实在像极了瓦莉莉 她的出现似乎弥补了诺拉心中的些许遗憾 正入神石一旁的风扇突然停止了工作 检查后诺拉才发现是跳了闸 此时的她根本没意识到任何不对劲 在给爱马留下一张纸条后便出了门 可当傍晚她回来时 却发现衣物散落了一地 这时诺拉才察觉到不对 这里早已没有了爱马的踪影 紧接着她就发现监控被人动了手脚 此时诺拉似乎下定了决心 俯身从床下拿出爱马的那把手枪 可就在她决议要将这一切都结束时 却根本不知道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 从她踏入这场谜举开始 就有人在背后窥视着她的一切 她正是当初在地铁站里对着她叫瓦莱莉的男人 她被预言会在8月13杀死一个男人 本以为这只是老妇人的胡言乱语 却不想不久后竟真的出现了一个叫格林的男人 那个老妇人也意外身亡 紧接着怪异的事情就开始发生 家中总是莫名丢失东西 又莫名出现新的东西 她似乎遭到了格林的窥视 而她好不容易找到的格林的前女友爱马 却也突然莫名从家中消失 诺拉猜测一定是被格林绑走的 好友瓦莱莉跳桥时自己没能救下来 这次她一定要救下爱马 她赶紧找到楼上的特雷莎 如今她成了唯一可以相信的人 特雷莎劝诺拉冷静一下 或许爱马根本就是自己离开的 可诺拉此刻满脑子想的都是报警 却不想特雷莎说这根本就行不通 说完诺拉就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可没想到她刚说完有朋友从自己家里失踪 对方就爆出了诺拉的信息 诺拉忙挂了电话 她不明白对方为何一秒钟就知道了自己是谁 还知道自己所有的事情 难道自己已经被他们密切关注 显然此刻能靠得上的只有自己了 可诺拉并不打算放弃 她一定要找到爱马的下落 她赶紧叮嘱特雷莎 尽快帮忙联系一个笔记鉴定专家 很快专家就赶了过来 诺拉找来了瓦莱利生前的一些笔记和遗书 一番鉴定之下 男人确认瓦莱利的遗书并非她自己所写 虽然与她平时的字迹很像 但在细节上却有些很不易察觉的不同 诺拉又忙拿出那封所谓的 字迹给格林的威胁性鉴定 果然那也是伪造而来的 与诺拉平日的字迹也有些区别 这个结果让诺拉无比兴奋 可男人却说这恐怕不行 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伪造方式 而且做得非常精妙 根本无法证明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分秒间希望又变成了失望 可诺拉还是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既然没有任何能搞垮格林的证据 就只能亲自从格林身上寻找了 接下来她必须掌握格林的一举一动 没有任何耽误 在整整一天的观察之后 一大早诺拉就收拾妥了一些工具 潜入了格林的地下室 很快特雷莎就在架子上 发现了几个红色的信封 上面写着不同女孩的名字 打开后里面是一打打照片 她用奇怪的眼神看了诺拉一眼 诺拉一眼就认出 照片里的正是瓦莱利 看来她的所有推测全都是对的 这些照片全都是格林恶心嗜好的证据 可就在这时有辆车开了进来 特雷莎赶忙先出去拖住格林和女友 诺拉也忙戴上帽子 遮住自己的脸 却不想还是被格林一眼就认了出来 诺拉一把抽走瓦莱利的照片 掐住诺拉的脖子 把她按在了墙上 眼看就要窒息 格林这才松了手 诺拉趁机把腿就跑 直至回到家后才长舒了一口气 却不想还有更让她难以接受的事情 隔天一早诺拉刚到公司 就被老板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原来身为记者的诺拉因为发布了几篇报道小有名气 不久前才被老板撬到了现在的杂志社 入职没多久后老板就给了她个重要的工作 希望她能去采访一下赫赫有名的艺术家沃尔特 可诺拉当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因为她跟沃尔特有不小的过节 并且对这个人厌恶至极 原来几年前沃尔特曾有过一个作品 她怂恿女友用刀片划了自己的脸 然后画成了画 对外美其名曰是要打破世俗对女性的看法 可在诺拉看来 那完全是沃尔特把女友洗脑成了她的奴隶 她是在利用女性塑造她那所谓的艺术 之后诺拉公开发表了声讨沃尔特的文章 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也是那篇文章让诺拉有了些名声 却不想当老板决定要写沃尔特的专访时 沃尔特竟点名要诺拉来采访自己 诺拉本不想答应 她不想让自己成为沃尔特宣扬错误理念的帮手 可在遇见那个老妇人的预言 又经历了一件件怪异的事情之后 诺拉决定写一篇关于神秘老妇人的专栏 因为她擅长于描绘各种女性的形象 老板同意了下来 但条件是要接下沃尔特的专访 可这个决定却激怒了诺拉的新搭档埃米尔 因为原本她对采访沃尔特势在必得 之后诺拉履行诺言去见了沃尔特 而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剑拔弩张 相反沃尔特还似乎对这个批判自己的女人非常欣赏 她向诺拉展示了自己正在做的 这将会是她生命最后的宏大巨座 诺拉有些惊讶 但也并没改变她对沃尔特的厌恶 可在之后的几次见面中 诺拉却发现 沃尔特似乎并不在意自己对她的厌恶 相反对她日渐不佳的状态非常关心 她甚至从诺拉的伯克里了解到了瓦莱利跳桥的事情 并猜测出了诺拉对此一直心存愧疚 而她也是唯一一个安慰诺拉放下的人 在之后 她甚至会动用自己的力量去惩罚那些伤害诺拉的人 觉得被诺拉抢走工作的埃米尔 曾偷走诺拉的精神类药物处方 交给老板试图让诺拉丢掉工作 沃尔特得知后就给他们的老板打了个电话 谎称埃米尔在她面前说了她老板的坏话 想要搞黄这次专访 埃米尔因此受到了不小的惩罚 而几天前 诺拉只是无意中吐露 她与老板的观念并不相合 而且她最近大量的时间都用来调查格林 也招致了老板的不满 于是沃尔特就提出她有办法让老板滚蛋 把这家杂志社全权交给诺拉 而此刻老板之所以如此暴怒 就是因为她听到了这个消息 诺拉拼命解释自己没有那个想法 可此刻老板根本听不进她所说的 直接让她滚蛋回家 诺拉瞬间就怒了 此刻她才意识到 这从始至终都是沃尔特的报复 伪装善意再一步步毁掉她的生活 她满腔愤怒地去找沃尔特想要个说法 可却被沃尔特以病重为由拒之门外 如今自己不但失了夜 还被所有人都误解 再加上老夫人的预言 和那个自己始终琢磨不透的格林 多重打击下诺拉崩溃到了极点 她一遍遍在黑板上写下8月13这个日子 并一度变得神经质 她对着空气拿起手枪 想象着自己真的杀了格林 整整一夜过后 诺拉才终于平静了一些 可一大早警察就上了门 原来是格林再次报了警 指控她昨天闯进了她家的车库 而诺拉见状干脆来了个返向操作 接着她递上瓦莱利的照片 说那是她在格林车库里发现的 可单纯几张照片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诺拉赶紧说自己有人证 没错 她指的正是格林的前女友爱马 接着她地上侦探 为她搜集的那份格林的档案 说里边有格林作恶的所有证据 可当警长打开查看时 里边却被画满了涂鸦 像极了孩童的恶作剧 紧接着警长就向下属点了点头 显然此刻这两人认为 诺拉是真的疯了 警长轻声安抚着诺拉把她带出了门 恰巧遇到了正打算出门的特蕾莎 就在几人打招呼的功夫 诺拉把腿就逃 而此刻就在不远处的街角 爱马竟然现身了 她向四周张望在确定没人跟踪后 脱下破烂的衣裳 腿也不在一瘸一管 俨然蜕变成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女 她走进一间摆满了电脑设备的仓库 爱马竟是真正在背后监控诺拉的人 可她究竟是什么身份 难道她根本就是格林的帮凶 而诺拉又究竟陷进了一个什么样的阴谋之中 诺拉的失踪让爱马无比愤怒 因为她担心警察会比他们先找到诺拉 随即她就想到了办法 无处可去的诺拉找到了侦探好友 她忙告诉对方自己现在的处境 并且终于开始怀疑自己正在遭受着格林的监视 可她慌乱的一堆输出却只得到一句 绝望的诺拉再没解释 只是请男人帮她去买包香烟 可等男人一走 诺拉把腿就跑 因为她担心男人会去报警 而这是她支开男人的办法 最终她还是回了家 她贴上了所有的摄像头 然后用被子紧紧把自己包住 但另一边的爱马还是立刻就知道她回来了 因为他们做的不只是监视还有监听 诺拉家里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能被他们操控 监控背后的男人无比兴奋 遥控打开电扇又播放音乐戏弄起诺拉 此时的爱马也兴奋了起来 她要开始计划最重要的补访 明天就是8月13 她让男人以格林的名义给诺拉发去短信 事已至此诺拉已退无可退 她看看地上瓦莱利的照片 再看看地上的手枪 直接回复自己绝不会害怕 明晚一定会准时出现 终于到了见面的时间也就是8月13 诺拉收拾好一切独自来到了摩天轮下 满地都是死去的小鸟 正如老妇人预言里的一样 监控后的人们看着诺拉的一举一动 紧接着就诺拉耳边就传来了优美的华尔兹音乐 像极了猎人最后猎杀猎物的场景 而下一秒 诺拉就看见格林就站在摩天轮下 她得枪上了糖缓缓靠近 接着她把瓦莱利的照片扔在地上 却不想格林竟直接转身 一把握过手枪抵住自己的小福 这一状况让诺拉直接懵了 老妇人的语言完全应验 可她万没想到是这样发生的 到此你以为事情就结束了吗 可事实上真相才即将揭晓 就在诺拉大脑一片空白之时 大屏幕里出现了她的影像 紧接着沃尔特竟慢慢走了出来 这从头到尾竟全然都是沃尔特的阴谋和报复 她要证明一个看似平凡的人 也会在驱动之下变成杀人犯 而她称之为最后的伟大作品 此刻诺拉的尊严被她完全按在地上摩擦 所以不止预言是假的 从头到尾诺拉所得到的每一点点线索都是假的 格林是假的 艾玛也是假的 都是沃尔特故意给她 引导着她跳入这个陷阱之中 而格林根本就是个无辜的男人 她根本就不认识瓦莱利 只是因为住在这附近恰巧被选中 可诺拉又有疑惑 下一秒 愤怒之下的诺拉干脆用枪对准沃尔特 可沃尔特并不慌张 时间回到前一晚 以激进崩溃的诺拉去买烟 熟弱的店主看出她陷进了困顿之中 她意味深长地安慰诺拉 那一瞬间诺拉替呼灌底 她回看整个事件 才发现家里频频出现的那些怪事 手机消失牙刷不见 窗户和灯莫名其妙被打开 都发生在安装监控之前 那意味着那时已经有人知道她的一举一动 而那时在她生命里突然出现的 只有看似与自己非常契合的邻居特蕾莎一人 而且自己的每次行动 都有她或多或少的暗示推动 想明白一切的诺拉立刻找到了特蕾莎 在此端的威胁下 特蕾莎终于承认 诺拉房间里发生的那些所有诡异的事情 都是她偷偷从楼馆那里拿到钥匙后做的 接着她说出了全部的真相 她交代了乌尔特的整个计划 以及他们是如何操纵又做了什么 他们在格林恋前把诺拉编造成一个 为好友复仇的神经病 又把格林打造成残害瓦莱利的凶手 知道真相的诺拉当时就瘫软在了地上 之后她给枪里上满子弹赴了约 时间回到此刻 就在这时特蕾莎拿着摄像机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当诺拉告诉她沃尔特为了实验杀害了老夫人后 她已反水到诺拉的阵营 就在这时格林也从地上起来 原来她没死 刚才都是配合诺拉演的戏 而沃尔特见状竟直接抢过手枪 她根本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 可她真的就这么轻易地逃脱了她所犯下的罪恶了吗 并没有 枪里装着的都是空包弹 在她最想逃的一刹那 她只能迎接诺拉似会让她坠近深渊的凝视